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无法去旅行 很多人都会选择留港消费或staycation 除了各大酒店的住宿优惠之外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香港旅游发展局最近也推出了一个新优惠 只要你消费了800元的金额 并且保留这张收据 就可以在酒店的staycation内扣减500元 想知道如何申请 立即和大家看看 想要享用这个优惠 次序应该是这样的 首先你要在香港的实体零售 又或者是实体餐饮商户里面 消费元800元 并且要揭配这张收据 接着你再在holidayhongkong.com 想你住的这个地方 再看参与的酒店名单 接着选择正价是500元 港币或者以上的住宿计划 然后向那间酒店预订你的住宿计划 要留意的是 一个人最多可以凭着两张机印的收据 来享用一次的折扣优惠 而同一张订单 也只可以用一次的折扣优惠 接着你在酒店check in的时候 要交你收据的正本 然后这500元的折扣优惠 就会在你酒店帐单里扣除 就会回来 温馨提示大家 今次这个优惠 必须由活动开始之后的预约才算有效 还有大家记得要留意不同酒店的条款及细质 因为不同的酒店或者会有不同的规矩 例如有一些酒店需要大家在网上预约的时候 出示收据的副本 并且在现场check in的时候 再提交收据的正本 大家在网上预约之前 就记得要看清楚 另外你的收据必须由基印 以及一定要由实体的餐饮店 又或者是商店里面 购买了一些实体的物品才算有效 也就是说 如果大家在网上交易的话 就没办法享用今次的折扣优惠